content. 接下來要說明的是 ShareTag Sandstorm 2E 城市過濾系統 Sandstorm 將風險等級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 可判斷信中是否夾帶惡意程式 藉由每天的定時更新 讓這類信件不會寄到使用者的信箱內 同時 Sandstorm 還包含 UIL 過濾功能 會判斷信件內是否含有有風險的連結 同樣也分為低、中、高、三個風險等級 判斷該連結是存在於資料庫中 就可以選擇它的處理方式 可以直接轉到隔離區 或是增加垃圾有件分數 再做隔離或是刪除的判斷 Sandstorm 的預設特徵風險等級 是低、中、高、三個全部都構選 如果有誤檔的情況發生 可先將低風險取消勾選 或是到Sandstorm 記錄裡面 查詢被隔離的信件 我們可以透過搜尋郵件日期 來快速找到被阻擋下來的信件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從1月1日到2月4日為止 一共阻擋下17筆記錄 若是發現有誤檔的行為 可以在動作這邊 選擇目標的停用 也就是Sandstorm不會再針對這邊的特徵 進行封鎖 動作點選後 會呈現綠色打勾 狀態會顯示停用 那這個特徵就不會再被Sandstorm做阻擋